大家防疫很緊張 不過詐騙集團也趁機作亂了 假借說你的家人確診被延 需要支付上萬元的醫療費 才可以入住負壓隔離病房 而慈禧醫院的一名員工 因此就把錢匯出去了 後來聯絡上家人才發現是詐騙 立即向警方報案 而警方也呼籲民眾要提高警覺 有異常電話訊息的話 要再三求證一面受騙 這邊要跟社會大眾提醒一下 疫情期間 那麼詐騙集團其實也是非常猖獗的 主要原因就是在5月19號的清晨5點多 我們手術室的一位護理同仁 接到北部某大型醫學中心的電話 說他住在北部的母親 因為發燒腸胃炎 在該院的急診 那麼快篩的時候確診 所以希望他能夠趕快轉帳 一萬五千元給該醫學中心 闢便安排負壓隔離病房 那主要是他也說 因為他的爸爸呢 因為這個事情在家裡面也居家隔離 所以沒有人能夠付這個錢 那我們這位同仁呢 也在電話裡面聽到他母親在旁邊 呼喚他的小名 請他不用緊張 那所以他呢 還是覺得懷疑 所以他就掛掉之後 他再回撥電話給他母親跟父親 可是電話都被暫線 所以沒有辦法回撥 那他也就想一萬五千元 趕快就匯給該醫學中心 匯過去之後 那麼他很負責任的 因為他在我們醫院的手術室上班 他很負責任就通報了 我們醫院的感染管制單位 我們醫院也就通報了衛生局 也就啟動了全部手術室 召回將近三百位同仁 手術暫停全部進行快篩 那麼以確保這個醫院裡面的安全 那麼到了下午的時候 我們的華連縣衛生局呢 也很負責任的回報說 他的母親並沒有確診 而且根本沒有去醫院 這個時候他在回撥電話給他母親 他母親說他在家裡面好好的 確定是遭到詐騙 那麼我們醫院那麼快篩 到目前228位手術室醫師 護理外包行政同仁 全部都是陰性是安全的 本局呼籲民眾 接獲詐騙電話 以疫情相關名義的 詐騙電話等等 請務必驚恐 應該先來詢問 詢問來電者的姓名 機關 職稱 電話等 然後呢 再把電話掛掉 來詳加的來求證 怎麼求證 就是拨打電話所稱的相關機關 來求證是否有相關的事實等等 或拨打165反詐騙諮詢專線 或者是1922防疫專線等 來確認避免受害 再把電話掛掉 我請問你